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27日 19届五宗全会正在召开 搞得神秘兮兮的 在这之前呢,只发布了一个 一百多字的消息 搞得是给人感觉是云神雾罩的 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 但实际上,你看看 新华社的报道 人民日报的报道 再看看这个宗基美的网站 也就知道了 这个没有什么大事 我估计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你看李克强27号签署了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 习近平最烦的就是共情团 大佬李克强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权力空间 被习近平全部挤压了 所剩无几 只不过习近平为了应对现在 内外交困的形势 不得不继续使用 限制使用 就李克强 胡森华等等 那么李克强签署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说明什么呢 说明现在基于美国为首的 N个国家的联盟的制裁 这个中共我没有办法 只好搞内循环了 特别在科学技术这一块 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 有机会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窃取人家知识产权 这方面的缝隙漏洞就没有了 人家都会堵上 所以要自己搞科技 这个研究 只不过是这个科技研究 你要搞的奖励 李克强就颁布这个科技 所谓的这个奖励条例 也就是什么呢 奖励国内自己的一些科技工作者 进行创新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科技奖的条例啊 这个篇幅比较差 但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 其中讲到这个 有一个地方自想矛盾 我给大家找到 这个科技奖 在这个 第五条 第五条 大家看看第四条和第五条 有矛盾 第四条怎么讲的呢 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 就科研 中国共产党领动 要坚持啊 就共产党的领动 但是你第五条又看 又怎么说呢 这种研究啊 任何组织个人不能干涉 明显是 自想矛盾 其实就是什么 讲了半天还是什么 一切都是党的领导 只要有党的领导 这种政治体制 可以这样讲 不利于科学技术 发明创造 否则的话就不会出现 就经常到海外去 到美国 窃取人的知识产权 窃取人的专利等等 所以说大家可以仔细地看一看 所谓的科技的条例 好多地方都是自想矛盾 为什么芯片这个东西搞不上去 有很多国内的科学家 钻空子 骗取科研经费 实际上都在那大忽悠 搞了很多烂尾的 所谓的生产芯片的公司企业 以前我曾经讲过了 今天就不重复 那么这是一个看点 也就是说习近平和李克强 明争暗斗 但目前看 他最烦的人不至于可以搞下去 李克强估计这一次总理还要干满 那么习近平这边 习近平这边虽然是 党内很多人对习近平 非常有意见 特别是那些已经退下来的 这些元老 对习近平内政外交泄露困局 特别是和美国翻脸 搞对峙 非常鼓励这个问题 那肯定有一些人非常有意见 有意见想在这会上 把它给搞下去 也看来也不可能 为什么 你看现在 今天这个新华网公布 发表这个消息 你像这个我讲过的一次 23号 这个中央就戏剧学院 有几个老艺术家给习近平写信 习近平煞有介事的回信 这回信今天还有一些反响 说是这个 这些戏剧界的老前辈 就特别的高兴 能收到这个 这个伟大领袖的这个来回信 搞这个宣传什么目的 个人崇拜 那证明下一步 那肯定是 进一步的要搞这个 西河系 你再看今天这个新华网的 一二条都有这个 关于习近平 学习习近平治国理论 理政的理论 那就是不好意思的 那就等于是文化大革命 那个时候的毛了学语录 只不过现在还不太 实际不太成熟啊 阻力比较大 不好意思说 学习习近平语录 只好说是 是这个理政的什么 知识 其实都是一样 大同小异 他在内政外交当中 从2012年上任以来 这个陷入了这个困局啊 和美国结束了 这个四十多年的 这种啊 这个合作啊 这个 把美国是彻底的得罪了 不仅贸易战打到今天 这个搞的是一塌糊涂了 总美称了这个 军事准 进入准 军事对峙状态了 而且呢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 这个户害了全世界啊 惹了是天动人员 所以说面临的这个 战争的这个 这个威胁 最起码要面对 追责索赔的这个压力 这个所有一些老同都希望 把他给他赶下台 他现在看来 相当困难了 习近平是 继续集权 一股灶走到黑啊 那么他拿手好戏 那就是什么 通过媒体啊 就是撒谎和欺骗 你看这个 人民日报今天 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个 一切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 决胜 全面建政 小光社会的十三五 你看 这个报道啊 你就可以看到 他控制着意识形态啊 在这王沪宁 黄昆明这些人的 瞎虎又瞎 就 在继续欺骗 这个老百姓 真的吗 老百姓真的吗 过着美好的生活 我们通过一个案例 就可以看出 据这个 大纪元时报报道 12月24号上午 也就在这个 十九届五宗全会 这个 之前啊 在这个美好生活的 背景下 就发生了 这个一个事件 文权律师聂岳以兰 和他的先生 叫董继琴 遭到了北京朝阳区 长营派出所警察的骚扰 这次骚扰 还带着什么 还带着一个碰瓷女 还带着一个女人 身份不明 我估计应该是个 公安人员 公安便衣吧 上门骚扰 说是七十多岁的 董继琴呢 说打了他 而且还 这个要诬陷 进一步的诬陷他 还把这个 聂宇兰这先生啊 带上背靠 压到牌扰所 灌烟了25小时 然后才释放他回家 今天看到网上这个截图 大家看一看 那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恐惧呢 对维权律师恐惧 那是因为 十几岁五中全会 要召开了 中国的老百姓啊 这个被 习近平这个政权 搞得谎言欺骗啊 把这个社会的这个进步改变的希望寄托在商访上面 好像 基层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跑到北京来 找到包青帖啊 结果没想到到北京也受到打压 由于这个商访的群众特别多啊 云集在北京 所以说中共特别担心呢 一些懂法律的维权人士帮助他们 李宇兰就是其中一个 李宇兰非常有名 以前我曾经这个讲过啊 李宸兰这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 就维权律师啊 被这个软禁在家里 其实在家里啊 这个警察还不放心 24号上午 这个10点多钟 抬出所的警察 带了一名自称是房东的陌生女子 上门的 索要住房合同 还诬陷这个董基勤 因为宁宇兰是自己没有房子 租的房子 租房子通过踪迹 并不认识 并没有见到房东 警察就抓住这个 钻了这个空子 带了一个女人进行 各种方式的扫扰 这个摸松女子上门竟要 三万块钱的医药费 说是这个 宁宇兰的先生 打了他等等 而且还说要重新签一个 租房协议 原先房租是每个月 两千两百块钱 要改成四千五万 这个女的甚至还说呢 还要 就是说诬告他 强奸了他等等 你想这个都是非常下三滥的 这个不择任何手段 打击律权律师 生怕老百姓拿起 这个法律的武器啊 来维权 你可以看出中共这个 集权统治到了这个 崩溃的这个默契 多么的恐惧啊 这是一个方面 靠谎言欺骗老百姓 另外刚才也谈到了 靠什么呢 靠忽悠啊 你看今天10月27号 又发射了一个超二兵火箭 在西昌 什么意思 告诉全世界 我的科技超棒啊 美国那个不给我们芯片 我们有这个科技条例 马上就有了 美国这个不帮助我们 我们现在自己可以自力更生 是不是啊 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而且你再看另一个动向 也就是这个林振悠尔 这个带领一般人啊 今天发布这个消息 即将带领这个香港 也是香港那个所谓的超美班子 我就不去罗列了 一大批人啊 将在下一周来到北京啊 那什么意思 就是等到19届五中全会决定 怎样啊 自己关起门来开玩儿啊 自娱自乐的时候 这个来研究一下 所谓的越搞大翻去的事情 这是可笑啊 你想现成的 成熟的这个香港这个 东方民主啊 熄灭了 原本这些优惠政策都没有了 要重新搞一个优惠政策 还要搞内循环 内循环就是一坦死水了 你当年深圳广州 都不都靠这个深圳广州 靠着香港的繁荣带动起来的 是不是 所以习近平这种 其实不承认自己的这个错误 不承认自己的误判 自己的狂妄 导致这个内外交困 而是什么呢 而是把自己打蛋成毛泽东来 自力更生 屹立全世界 这个是特别的可笑啊 但是习近平有一个最大的力气啊 你必须承认 就是什么呢 手里掌握着攻减法师 你不听话 你不老实 你想反驳我 提点建议 我就开抓 抓人 你看这个 今天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 可以查阅中纪委的网站 这个网站一天啊 就在第一版上面 竟然就有这个抓人的消息啊 过内蒙古抓了四个人 你看 大家看一看 内蒙古自治区啊 这一天公布的抓了四个人 一个是内蒙古英纪管理厅厅长 王俊峰接受调查 这是一个在职的杆 第二个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 理财接受调查 这也是个现任的杆 内蒙古国资委员主任 苏和接受审查调查 苏和是退休了两年 还有一个 更是一个重量级的 内蒙古司法庭 原厅长 监狱管理局长 徐和 徐呼和 也是退休以后两年 这个被抓 他为什么要抓这些人 那就证明 陈敏尔现在 这个势力走强了 因为内蒙古这个 西北书记 是这个 陈敏尔的大秘 你可以 你可以想象 他为什么抓人的力度这么大 那就证明他在中共当内 现在受到了 仍然受到 习近平的忠拥 也就是说 19届五中全会 不要看一百六个字 很多信息没有透露出来 但是你看这一动向 你就知道 在这个会上 陈敏尔是 那是 肯定是 这个 走 肯定是得志 对不对 否则他不得志的话 他这个 过去的大秘 在这个 内蒙古担任 这个机委书记 不可能 这个抓人抓的什么 对不对 抓人的目的 其实就指向两个方面 一个是 胡春华当年 在那做的时候的 嫡系 或者嫡系的嫡系 另一个是什么 乌兰夫家族的 嫡系 不喝的嫡系 这个 乌兰夫的嫡系等等 因为前一段时间 他们搞这个 汉化教育 得到了抵制 这些两个 已经退休的 领导干部 估计都是 可能是 退休以后 也是嘴不老实 经常是 网易了 这个 习近平 这些机器 低系 你可以看出 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 也可以 这个 微婉地看出 19届五宗全会 我们今天在会场上 大概是什么歌曲 那毫无疑问 习近平要进一步的 这个集权 一股道 这个走到黑眼 你可以预想一下 如果美国总统 川普 获得连任 美国川普已经承诺了 一定要追责血 索赔 和进一步的强硬 对中共施压 和制裁 那这边呢 习近平是 坚决地 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要重走毛泽东的道路 甚至比毛泽东还要 这个巧硬 还要狂妄 还要倒退 所以说 下一步 你可以想想 中共集权统治 很快就崩塌了 没有任何自救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今天的 读报点评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 再见